上星期我提到民主体制在过去200年的历史 就是不同的民主国家在不断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 不断试验新的民主实践解决问题 最终令民主体制更具活力和更普及的过程 我亦提到每当民主体制在遇到新的挑战 正在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独裁者跑出来乘机指出民主治乱不适合本国 从而将自己的独裁统治合理化 今天西方世界以外的独裁者都喜欢穿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假进步外衣 将自己的独裁统治包装成反对西方标准霸权支持文化多元包容的样子 但回顾一下这种民主不适合本国国情论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调其实是源自一种极丑陋的种族主义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主权在民 主张国家之事应由人民自管 冲着君权神授的神学理论而来 启蒙时期的民主理论和科学革命二而为一 科学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天体的运作 将人们的思想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解放出来 在科学面前以血缘和神授合理化的君权自然失去说服力 既然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思考理解大自然运作的原理 人类也应该通过理性思考定立社会契约管理自己 故此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 民主共和体制的基础就是能够理性思考的人民 当时启蒙思想家受到时代的限制 很多都带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 认为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才能够理性思考 才有资格享用民主权利 这就是西方早期的民主体制 投票权都不向女性、无产者和有色人种开放的原因 这些偏见令西方民主国家一开始的时候 将很多人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 在世界的层面发展成一种民主 只适用于西方白人国家 不适用于非白人为主的国家的论调 到了19世纪末 西方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解放黑鲁运动 这种狹窄的民主观念 建立了全人类都有能力享用民主权利的观念 受到这些新思潮的影响 非白人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开展了各种革命运动 推翻王权、建立共和 但就在新旧观念转接的时空中 在这方面 非西方国家的保守君主势力 就与西方国家的白人至上主义观念接上轨 提出了民主共和 不适合本国国程的论调 抗拒民主潮流 在中国的有名例子 当然就是袁世凯 复辟帝制的尝试 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 尝试修改民国宪法 将总统职位变成终身 后来更加尝试进一步 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将自己变成皇帝 但因为他自己的祖势 而无法实现 当年袁世凯 复辟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推手 其实就是美国政治科学之父 曾经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 第一任会长的古德洛 1913-14年 袁世凯在一位哈佛前校长的引战下 从哥伦比亚大学 请了古德洛去中国 做他的宪法顾问 古德洛是民主共和 不适合中国论的推手 出版了《共和与君主论》 这本小冊子 指出中国人文字十分低落 乱过模仿西方奉行民主 只会带来混乱 古德洛的论调 被袁世凯的筹安会大举宣传 作为复辟帝制的根据 当时美国德国望重的学者 有这种观点实在不奇怪 因为当时的美国南方 正在实行以所谓 黑人文字低落为藉口 剥夺黑人投票权的种族隔离体制 由此可见 这种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论调 背后带着一种 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歧视 今天中国的独裁者 又捧出这种论调 来将独裁者终身制合理化 受到一些偽进步的西方文化多元论者和应 不可以说不讽刺 我是孔高峰 多谢大家收听 下星期再见 拜拜